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19年10月31日,星期四 今天是31日,国内的31日的时候呢 国内的电信部吧 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 ICT中国 在这个会上工信部的副部长陈兆雄 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 三家基础电信运营商的董事长们 也就是说呢,从11月1号开始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11月1号了 就是中国的这些人呢 他们起床之后 他们就可以使用5G了 中国已经开通5G了 有很多呢,提前预约的5G的用户 据说是有一千多万个用户 他们就不用换卡,不用换号 还用原来的卡 还用原来的号 然后呢,你就买一个5G的手机 然后你就选择一个套餐 就可以使用5G了 5G有多神奇 我相信呢,大家也都知道了 对吧 什么一秒钟可以下载一部高清的电影啊 就是说,网速快 是我们大家的第一认知 但是呢,网速快它也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你很快就会把流量用完了 国内呢,他有一个宣传说 有的计划呢,是不限流量的 你敞开用 我以前呢,我以为 我以为就是不限流量 你敞开用 我在中国听说了以后呢 我回到加拿大呢,跟我儿子讲 我儿子说,你要是那个不限流量的话呢 北美也有 我不知道他说加拿大也有啊 还是说美国也有 他说那个不限流量呢 实际上呢,你也不能说是骗人 但是呢,他其实是 不是真正的不限流量 他还是有一个流量的坎儿 到了你那流量的坎儿以后呢 他会把你的速度降低下来 降到你根本就不能忍受的一个速度 那关于这个呢,我在今年夏天 我回国的时候呢,我体会到了 我回国了以后呢 我就忘了我儿子跟我说的这个 然后呢,我又买了一个手机 买了一个那个手机卡 就放到我的那个iPhone上用 我就用了那个不限流量的 我就忘了我儿子提醒我 那个,就是说你到了一定的数量以后 用了一定的流量以后呢 他就变得特别慢 然后我也忘了问他,我也没问他 然后我就拿回家用去 哎,结果我一用的时候呢 我还一直都是在用流量 没有用WiFi 结果第二天早晨起来 就说我头一天 我买了以后呢,回家 晚上用的时候呢 对,都挺快的 但是呢,第二天早晨我起来以后呢 就特别特别慢 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对啊 你要说他这个服务有问题的话 我昨天根本就买回来的时候 根本就没问题 很快很快的呀 但是为什么今天早晨就成了这样呢 我一开始我还试图说 觉得是我的手机有问题了哈 然后呢,就从我手机上本身找原因 找了半天也解决不了 后来呢,我就去他们那儿问 然后他们就看了我一下手机 说你那个把那门槛用完了 你用完了以后呢 他就变成了慢 我就想起来了 我儿子跟我说的那个 我想起来了 他说过了那坎会慢 但是我没有想到 慢到那程度 根本就没法忍受 所以呢,就这个不限流量啊 实际上还不如那限流量呢 因为他不限流量的那个坎 还不如你 就是用限流量的那个流量 那个数值高呢 还没有那个 就限流量的那个流量多呢 它是这样的 所以呢 你那个不限流量的那个流量 很快就用完 那你现在要用5G了 对不对 你如果是用你那个不限流量的的话呢 你就很快你就用完 然后你这5G也没用 就给你用一个非常非常慢的那个 但是你要用那个限流量的 好,限流量怎么回事呢 那现在我就告诉你哈 来,咱们大家来看一下 就这三家电信公司 它分别都是什么一个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移动 中国移动5G套餐 命名为志享套餐 分个人版和家庭版 个人版呢 就从128元到598元不等 家庭版呢 就从169元到869元不等 分别都有五档 分别拥有相应的网络品牌服务业务和会员等多重权益 参与此前5G商用预约活动的客户呢 还可以享受5G套餐的折扣优惠 网零五年级以上的呢 可以享受半年的七折优惠 网零五年以下的可享受半年的八折优惠 然后呢 他这个流量呢 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128元的呢 他的流量是30个G 如果是你198元呢 是60G 如果是298元 100G 398元 150G 然后598元呢 是300G 就是说一般的来说 咱们就说128元30个G吧 这30个G啊 你想想 一秒钟就一个G对吧 然后你30个G 30秒你就用完了呀 这个5G的环境之下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中国电信啊 中国电信推荐给各省公司的 这个套餐档位呢 总共有129元 159元 199元 239元 299元 399元 599元 一共7个 然后分别对应的全国流量呢 就是30G到300G 应该就跟那个移动差不多吧 就最低129元呢 是30G 中国移动呢 是128元是30G 对吧 然后中国联通是什么情况呢 中国联通就是 5G套餐 在原有4G基础上呢 进一步扩容 分别为129元 159元 199元 239元 299元 399元 和599元 7个档次 好像和中国电信一样的 然后流量呢 也是30G到300G不等 此前已经参与5G套餐预约的用户 可直接享受连续6个月的套餐 月费折扣优惠 往0三年或者以上的呢 可享受7折的优惠 好 它现在呢 等于说它这个速度这么快 然后呢 我刚才说了 你30G 你30秒就用完了 对吧 就像我之前 我那个流量呢 我一晚上就给它用完了 但是呢 它这个就是 你就是很快就用完了 反正一眨眼的功夫就用完了 那用完了怎么办呢 它是这样的啊 就说如果你超过了套餐 比如说你30G 128元是30个G 然后你很快把这30G用完了 对吧 那你用完了以后呢 超出来以后 一个G是5元 如果买15元的话 也就是三个G 你用了三个G以后 对吧 买了15元了 然后呢 你就一个G 三元 比如说你用 128元 或者129元的套餐 你是30个G 然后你30个G 用完了 你再用 前三个G呢 就是 每个G5元 一共15元 其实它们何必分这个 你直接就三元 不就完了吗 5元啊 一共15元 用三个G 又用完了 对吧 然后你就一个G 是三元 你是129元的那个套餐 然后你再加着15元 是144对吧 你就花144了 那你144往下呢 你每用一个G 就加三元 然后呢 你不用担心说 哎 你一秒钟 你就download一个G 对吧 那你很快 你就搞出来一个 千文数字的一个账单 上千元的电话费就来了 它不会的 然后呢 他们会给你一个说 如果你达到500元的话 它就把你这个网给你停了 就是说 你不会无限的 不会无限的用 你顶多也就用到500元 你用到500元 它就给你停了 除非你是跟他讲说 你再次联系他说 哎 你别给我停 我愿意再继续用 那我再继续用 每一G呢 是三元 再继续用下去 那你愿意用多少 就是你的事了 你自己就得心里有数了 你用多少个 你别达到一个 你这样一来的话 有一些没数的人 没准呢 搞一个上万的账单 回来都有可能的 对不对 我觉得他这样呢 可能也不好 他应该呢 就是续费 我好有个数 说我超过500元了 对吧 如果我愿意 我能够接受 说那个 一个G是三元的话呢 那我就在续上 比如说300元 再用100个G 这样 我用完了以后呢 我再续个这样 我心里有个数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你要是通知他的话 你说我再用100个G 我续300元 或者我再续那个200个G 我续600元 然后你这一月呢 即便是说你花了 说1000多块钱了 但是到下个月的时候呢 他仍然会到500元的时候呢 还是给你停网 这样呢 是对你一个保护 这也是对人家 那个电话公司的一个保护吧 估计他们以前有过 找他们耍赖的吧 哎呀我 花了这么多钱 我并不想花这么多钱 然后你自己没有节制 有的人有可能是 去跟他们耍赖 他们避免这种麻烦 然后就搞一个500元的封顶 是这样的 要这么说的话呢 其实这个东西 还可以用一用哈 就我回国的时候 我也可以用啊 我花一个128元 或者129元 然后有30个G 一个月 一个月30G的话呢 那就是一天一G 一天一G 对我这种做视频的 我既要看一些东西 然后我还要上传呢 那我上传的这几个视频呢 我这一天就得好几个G呢 所以呢 我这30个G 肯定是不够用的 但是呢 如果说他一个G是三块钱嘛 一个G三块钱 然后我再买100个G 300块钱 100个G 300块钱 还行吧 我再买100个G 应该够了 这一个月 够不够 一天增加三个G 一天增加三个G 可能差不多 我再用点WiFi 如果我不着急的 不着急的东西的话呢 就看看网页 就用普通的就行了 对吧 就用WiFi就行了 我就差不多 如果我回国的话 用5G 我有400多人民币够了 然后比我在加拿大 用手机 其实还便宜呢 对吧 加拿大实在是太贵了 可以啊 反正回国 可以体验一下 这个5G 还是挺期待的啊 然后呢 他是不是说 现在所有的城市 都开通了这个5G了呢 他现在呢 应该是还实现不了 但他是这么说的啊 工业和信息化部 副部长陈兆雄 10月31日 在2019年中国 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 开幕致辞时 透露 北京上海 广州 杭州 党城市 城区 已经实现了 连片覆盖 城区 不知道他说的城区呢 都包括哪些地方啊 北京我都不知道 包括哪些地方 预计年底的时候 全国将开通5G的基站 超过13万座 年底 才全国13万座 这13万座 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 现在呢 像美国 他是第一个开通5G 耍了一个小手腕 对吧 在芝加哥和 Minneapolis 这两座城市 率先开通了 这个5G 但是据说呢 他就是 那个5G的基站呢 很少很少 然后他的技术 好像也有问题 手机呢 还没有什么正经的 5G手机呢 而且呢 我去这两个城市的时候呢 我还特意留意了一下 我没有去找 但是呢 就是我没有改变 我的行程 我就开着车 我该去哪去哪 然后我所经过的地方 我留意 看一下那些电影杆 我都没有发现 也不多 其实不多 中国那城市 它大呀 对吧 你像北京 北京 上海 广州 杭州等 这些个城市 等城市 那如果说 现在他公布出来的 只有这四个 等 对吧 假如说他十个城市的话 那每一个城市 只有1.3万座 等于说跟芝加哥 和 Minneapolis 等于说差不多 我都没有看到 他们那儿有那个 涨了 我估计 像基站的东西 5G基站的东西 我没有看到 然后呢 他们就是试用的人呢 当时他刚一退出的时候 那个报社还去 那个试用 对吧 然后效果也不好 所以呢 中国这个 中国这个 我对他 也不抱有太大的希望 跟这个芝加哥的 一个数字 比较一下的话 对吧 如果说 他这两个城市 1万 根本就没有任何效果 那你要中国 好多个城市 13万 也应该不会有 多大的效果 再说是呢 我们跟韩国比较一下 韩国呢 是有8万多个基站 韩国也没有 全国范围 全部都开通5G 当然他有8万多个基站 韩国那么点小的小地儿 对吧 那他也多点小小地儿啊 然后呢 中国有13万个基站呢 其实不多 从这点上来说呢 效果呢 不见得会好 他们在芝加哥测试的时候 你拿这个东西 你就在那基站底下 都不行 然后你在中国 可能一时半会儿还不行 然后关于手机 中国现在呢 有用上5G的手机呢 现在来说 就只有华为的Mate 30 然后其他都还没有 但是说很快呢 就会有8到17款的手机 5G的手机上市 有的人喜欢坐 那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我有时候呢 有时候我愿意坐 有时候我也看我的需求了 如果是刚需的话 我觉得非常需求的话 我也愿意坐 如果不是的话呢 我也不愿意坐 5G的这个事呢 冲着它的速度 因为我是做这个视频嘛 上传呢 也需要很高的速度 然后呢 冲着这点上说 我还挺需要的 但是呢 还有一个考虑 因为要翻墙这个问题 这也是一个问题 对我来说呢 这个5G未必就能够起到一个作用 所以呢 如果下一回我回去的时候呢 看看吧 然后我家里人如果有的话 我可以体验一下 然后至于说我自己会不会买 可能还会考察一下吧 家里人呢 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尖端 没有那么尖端 他们对这个5G呢 其实没有那么期待 也没有那么热衷 所以呢 可能我暂时呢 得到的回馈还有限 从我的家里人来说 如果网友朋友 你们在国内 对吧 尤其是如果你在北京 上海 杭州 深圳 你在这些地方的话呢 如果你用5G的话 或者你朋友用5G的话 你有任何的信息吧 然后给我反馈一下 好吗 好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